熊阿姨 剛剛已經從我們愛之船上來了 然後呢 旁邊的這一位是我們今天的姓差 也就是我們的觀光局 潘恆旭局長 還有呢 現場的貴賓呢 還有高雄輪船公司的董事長 黃文才 請給大家揮揮手 還有呢 華文創的董事長 熊阿姨的媳婦 和秀熊 和女士 跟大家揮手 好 好 那現在呢 今天呢 熊瑤女士 熊阿姨呢 要獻給高雄一封情書 那一開始呢 我們先請觀光局長 潘恆旭局長來跟大家說幾句話 晚安 謝謝熊瑤阿姨 高雄離開你 你也離開高雄五十多年 那五十年後再度來到高雄 是你創作的原鄉 我們非常感謝你這四天三夜 帶給高雄的美 高雄的愛 高雄因為有熊瑤 所以變成亞洲的浪漫跟愛情之都 謝謝阿姨 希望我們下次見到你不要五十年後 哈哈哈哈 好 那再來請那個 全翰阿姨來跟大家講幾句話 這次重遊高雄 我覺得真是感受到了高雄的熱 和高雄所有朋友們的熱情 所以我覺得我為什麼會在高雄寫愛情故事 大概也是受高雄的影響吧 是高雄讓我變成這麼樣子的熱血澎湃 這一次再來我依舊是熱血澎湃 我覺得這就是一種人與人的緣分 希望我以後如果還能夠寫愛情小說 我絕對搬到高雄來寫 把那個地址變成高雄 因為我們有一條愛河 謝謝阿姨 阿姨五十多年前在這裡創作了 她平身的前三部最有名的作品 包括窗外 煙雨萌萌幾度西洋紅 還有六個夢裡頭的前三個夢 都是在高雄創作的 那我們也期待阿姨再一次以高雄為題 創造出更轟動的小說 跟愛情故事還有影視作品 謝謝阿姨這一次四天三夜來到高雄 我們好榮幸好開心